我为什么要把大姚给赶紧请过来呢 就明天这个得有个定海神针才行 我们准备给他们出节目 给他们表演 给这些附近的乡名做回馈是吧 对 你们把人家村里的鸡子压都吃得差不多 送饭也送来就对 把我的原则是这样子 谈不上有多精彩 但一定是真诚的就够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 就咱们学完表演以后一回家就说 电影学完表演的 演一个 我每一次我就很难看 演一个演什么 然后我有些心情就说 哭一个 那我们给大家表一个哭一个 这么一来 我们要不然跟他们一起演 互动的这种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就是要想好 在不排练的情况下 怎么可以把它一拉出来 他就能做到的 我可以准备广场舞邀请他们一起跳 那没问题 你怎么录制欣慰的表情 等你 懂事 小马唱歌很没问题 小虾来一段舞数肯定也没问题 小夕给大家哭一个 我主持 我跟你全都主持 主持人 你上去我们肯定要起哄 主持人先来一个 少说两句 是不是英雄怕见老街坊 小虾急死了他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我十四岁 你没有来北京之前在南平 没见过拍戏吧 没有从来 你们真是第一个去南平拍戏的 我去到家拍戏 特别感谢你对我们家乡的贡献 南平 有钱拍戏 站在那边高的地方 能看到半个城市 我跟李健 咱们尸体 我说 我你就看着这里 这个地方就造就了一个姚晨 他说怎么讲 我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 他说 他身上有个特点很有意思的 他一般来说有四个字叫落落大方 但是他有时候会害羞的 他刚问我什么 是不是什么爱人 我到底 我真的 我老听也讲爱人什么 但我一直分不清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区别 爱人就像我这样 你 你看 你看 你就知道了吧 为什么会跑到南平去拍取景 这个是我真的 我从来没人去那拍过戏 所以你知道你去那对我们 对我们那小城市一下子轰动 我妈太牛了 是吧 因为我们那就一个大酒店 那她去了肯定就是住在那里 然后网上不是老说我们俩什么认识 我们很熟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妈其实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然后她可能也就看网上的那个 后来她的一个闺蜜说 张宋文在这里拍戏 说她不是跟你女儿很熟吗 说我们能去看她拍戏吗 好 然后这俩追星的 因为她们不知道她在哪里拍 她们俩就直接杀到那个酒店 我妈太牛了 直接给她留了一个条 说我是姚晨的妈妈 我的天哪 请你联系我 我要去看现场拍戏 留了电话号码 然后她以为是诈骗 要问我说这是吗 我一看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 我真的是 气一亮 没有提前跟你说 完全没有 我妈那种射牛真的是 是我学不会的 阿姨是艺人 这肯定是艺人 好羡慕的技能 想法应该算爱人 他爱中爱 想法身上那种破碎感 就是随时都要碎掉了 什么是快乐星球 我昨天突然间 我们在三个人座里采访 三个人默默地没有说话 在想要写什么字 我突然想到一个 什么是快乐星球 突然一瞬间 什么是你唱的 然后她就很平静地说 哥你别贴脸开大心 我才知道 快乐星球是你唱的歌 什么是快乐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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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天两开大网 继续网 什么是快乐星球 小麦已经过去了 走了一会儿了 对 我查一下 播一下这个 明天我们只要解决到 第一个大问题先 就进来让他们觉得暖 热到 现在门口那个花 我就已经没问题了 接下来就什么呢 武师现在有可能搞不出那个感觉 做一个小时的像牛刀 我真的挺想说 他们进来的时候 因为村民对于武师武龙 是有天然的热衷的 去年冬奥闭幕式 只有武师 还有1997年 香港回归的时候 在天安门广场 那个现场也有武师武龙 因为它特别能代表中华民族 代表能代表最接地气的一个民间活动 因为在很多地方呢 很多村民根本没学过武师 他从小看他就会 但你说专业的 他不多 专业的团体不多 在广东有 在北京也有一个 恰巧他离我们很近 就在咱们这附近 就在顺义啊 就在顺义啊 而且家里是三代人在做这个 怎么样不去看看去 可以 走 出发 出发